生活全关爱 与你共建和谐社会 阿KIM和你细数关爱故事 逢星期二 社联频道 生活全关爱 5月第四集 今天你讲一下香港 撒马里亚防止自杀会 感动生命剧场 由剧场感受 去到思考生命的跃动 新闻不时会报道 香港的儿童抗疫力低 稍稍遇到挫折 就想放弃生命了 究竟是为什么呢 而家长又怎么可以帮到他们呢 小朋友都是家长的宝贝 不少香港的家长 会为了子女的发展和成长 都会费尽心思的 安排他们参加不同的兴趣班 学习班 希望子女可以成才 但是呢 往往就忽略了心灵和意志的栽培 教导小朋友珍惜生命 有鉴于此 香港撒马里亚防止自杀会的生命教育中心 希望透过生命教育 包括一些的讲座和工作坊等等 令到小朋友 以至是社区人士 懂得去建立正面的人生观 探索属于自己生命独特的尊贵和价值 生命教育中心 最近就举行了一个人在图上 感动生命剧场 主持人引导观众一起参与表演和讨论故事里面 相关人物的情绪变化 价值观和处事的态度 甚至是一起去改写剧本的结局 从而激发观众一起去反思 遇到生活困难 低潮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 并推广珍惜生命的信息 如果有兴趣 邀请生命教育中心 举办相关的工作坊或者讲座 欢迎致电23191269 他们的捐款热线是23192688 而捐款的缴费零商户编号是 9412